是不是非常的不可思议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可以摆烂甩锅 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那我们还要陆委会 我们还要海基会 我们还要政府干什么呢 那如果两岸呢 因为这个治安的问题 对于我们国内也是一筹莫展嘛 那是不是也叫我们自己家长啊 我们那个社区啊 自己组团去跟对岸谈呢 那这个农产品啊 渔产品啊 那所以我们的农民啊 渔民啊 自己组团过去谈啊 是吗 可以这样吗 你想清楚哦 陆委会想清楚哦 那为什么台中县长去谈 要被你扣帽子呢 那地方政府如果有困难 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自己去谈啊 你看看人家金门马祖 每次去跟大陆谈 跟厦门谈 跟福建谈 都谈得很好 很完美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行啦 不是不行啦 就我们地方政府民间团体 各个 对不对 公司行号 行会 工会 自己到大陆去谈 那谈的结果 是不是台湾政府 通通照单全收 你说清楚嘛 那不然如果旅行业者 去谈好了以后 政府又说 你们讲的不算 你们有公权力 你不代表政府 那你不是怎样 装校围到这种地步吗 所以你堂堂一个部长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 怎么可以说 让你们旅游业者 自己去谈呢 如果谈好了回来 你要认账吗 你要算数吗 以后各行各业 通通都自己去谈 搞不好谈得很好 我跟你讲 那你们讲 政府刚好可以废了 我们税金也不要 交给你了嘛 今天M503航线 这件事情 你没有任何的法源 根据 我不管中国大陆是怎样 北韩是怎样 其他的国家是怎样 但台湾起码是一个 有民主法治的国家吧 你凭什么选择性的限制 观光业者组团到中国大陆去 你不但歧视差别待遇 而且你是无端的限制跟剥夺 我们的工作权 旅行权 迁徙权 违宪又违法 又不是这个旅行业者 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违害到了旅行的安全 旅客的基本权利 都没有啊 任何案件通通都没有发生啊 中国大陆有重大疫情吗 没有啊 有全世界各地 把中国大陆列为 旅游观光的危险 亮橘灯亮红灯吗 没有啊 你凭什么限制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 惩罚中国大陆 你为什么老是选择 拿我们的观光旅游业开刀呢 这不就我刚刚讲了吗 那你也是歧视啊 你选择性的啊 你既没有任何法律的根据 你怎么可以随便的 就是说拿这个东西 你没有制裁到大陆啊 问题是 你是制裁到我们自己的业者嘛 所以我才说有这么愚蠢 无能 傲慢 蛮憨的政府嘛 对于两岸的事物 毫无处理的能力 过去八年是如此 那今天进入了第三届 民进党的执政 两岸的关系 马上我相信整个主旋律 会做重大的一个调整 对岸一定越来越紧 态度越来越硬 两岸关系在过去八年是冰冷的 我们非常担心 冰到最低谷的时候 整个两岸的关系变成紧张 变成热点才是我们真正最担心的 那现在这样一个趋势越来越明朗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的态度 依旧是如此的无知跟满憨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 未来赖清德政府上台的 基本上已经 这个前奏帮你奏好了 还是说到时候赖清德会在 不同的考量之下 做出不同的主张 因为现在说限制嘛 那后来不是又踩了某一个刹车了吗 所以现在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吗 现在从现在到520 就是一个放牛吃草 那万一这段时间 你看看惊吓的海域 你看看各种的事情 万一擦枪走火 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怎么办 蔡英文赖清德说 赶快躲起来不干我的事啊 对不对赖清德说 蔡英文就指那边去找我 我落台了 赖清德去找我 我不会穿台 有这种事啊 然后就让这些部会首长 自己胡说八道 居然叫业者自己去处理 老共也是很倒霉啦 在这种时候想说 请问现在台湾到底是谁说了算 也搞不清楚啊 然后呢 是不是现在台湾到底是谁说了算 那最可怜的就是我们的旅游业者啦 他们到底是哪里得罪了民进党政府啦 每天拿他们来开刀啊 就很简单啦 你要展威风 你要让对岸说 我们不是这么好欺负的 你有本事你去制裁到对岸 让对岸会觉得痛嘛 结果呢 出来发疼的都是我们自己人啦 发疼的是我们自己的业者啦 发疼的是我们说 我就没饭饭吃了 没办法赔钱 不然你民进党政府 你敢有要发薪水给业者 观光业者呢 那他们就跟你一起同头提开啊 所以对不对 我跟你一起来对抗老共啊 你没有嘛 结果呢 游戏规则一一通通都是老共 展现实力 展现筹码 变成对岸说了算 然后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家里面 闷着头打小孩 不知道在泄愤什么事情 这很像那个喝酒的爸爸 去到外面 好非常的挫折 对不对 人生非常的挫折 工作又没有了 回家只好打老婆打小孩 不就是这样吗 感觉就是家暴的一个渣男啊 你家里你敢有法度 你没法度嘛 你什么办法都没有 那只要回到家里面打小孩 真的是 我觉得台湾真的好可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剧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